吴娜今年46岁 她和老公同岁 夫妻俩开了一个火锅店 生意非常好 已经在市区买了一套房 独生女儿已经读大学了 这天下午吴娜提前从店里回来 手上还拿着两支清远鸡 这是她广东的朋友特地送给她的 清远鸡皮爽肉滑 肉质细嫩 清甜鲜香 拿回家炖汤最合适不过 吴娜想着公公婆婆 在家里住了有小半个月了 前段时间因为夫妻俩忙 不经常在家吃饭 给钱给公公婆婆买菜 他们又不舍得用 于是今天就提前回家 杀鸡给公婆开开婚 刚好今天女儿也放假回来了 一家子可以吃个团圆饭 吴娜回到家后 婆婆正在打扫屋子 公公在阳台浇花 吴娜打了个招呼 就回到厨房烧水杀鸡 婆婆看见她在忙货 想帮忙 吴娜说 妈 我自己可以搞定的 你去旁边坐一下吧 这里不需要你帮忙 婆婆没有说话 默默退出了厨房 吴娜今天炖了一个鸡汤 鸡汤特地炖得烂烂的 公婆年纪大了 这样方便他们食用 六点过十分 晚饭快做好了 吴娜接到了女儿乐乐的来店 乐乐 妈 我到车站了 你来接我吧 吴娜放下手里的勺子回到 好 你在最大那棵桂花树旁边等我 我现在过去 挂掉电话 她就拿起了钥匙准备出门 出门前还嘱咐了婆婆一句 妈 厨房那个鸡汤 你过一会盛出来 我先去车站接一下乐乐 等一下回来一起吃饭 说完就出门了 回到家六点三十五分 家里离高铁站不远 来回用不了多长时间 回到家公公婆婆在看电视 吴娜说 爸妈 吃饭吧 老张今天不回来吃饭 我们先吃 婆婆笑着说 我们已经吃过了 你们母女俩吃吧 吴娜很是疑惑 怎么公公婆婆又先吃饭了 怎么先吃了 等我们一起吃啊 热热闹闹多好 公公说 我们习惯两个人吃饭了 没关系 我们已经吃饱了 吴娜没有说话 带着乐乐去厨房吃饭了 白切鸡和糖醋排骨都没动过 估计公公婆婆婆就只吃了些素菜 饭桌上乐乐说 妈 爷爷奶奶是不是讨厌我 之前端午节我回来了 他们也是先吃饭 吴娜马上阻止女儿 别胡说 你爷爷奶奶不是那样的人 他们那么疼你 怎么会讨厌你 虽然她这样教育女儿 但实际上她自己也不懂公公婆婆什么意思 她也怀疑公公婆婆是不是讨厌她 或者对她有什么意见 话说回来 吴娜嫁过来那么多年 虽然没有和公公婆婆同吃同住 但她自问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吴娜和丈夫老张结婚得晚 所以生孩子也比较晚 女儿乐乐生下来之后 夫妻俩就专心搞事业没有要二胎 早些年夫妻俩决定去市里开个火锅店 公婆还攒住了十一万多 这十一万是他们攒了好多年的 公公之前是个木匠 每个月能攒点 婆婆经常给人干活 也能攒点 加上夫妻俩自己攒了点 又贷了款 盘个店面已经够了 凑齐了钱 夫妻俩就直奔南洋租个房子 再盘个店面做起了生意 公婆偶尔也会过来帮帮忙 但是因为当时日子苦 没有更多的房间给公婆住 所以公婆来了几天 吴娜就会叫他们回家 后来生意越来越红火 店面也越做越大 夫妻俩的火锅店一开就开了十多年 从三十多岁熬到了四十多岁 一直到四十三岁 存款已经可以买一套大一点的房了 夫妻俩才在市里买了一套大房子 四十一厅 当初买那么大的房子 也是无那提议的 因为她想着把公婆也接过来住 但是房子买了 公婆却不愿意过来 说是习惯了小镇上的生活 家里养的鸡鸭猫狗啥的都放心不下 无那叫过几次 公婆都不愿意来 索性就不叫了 只是有空就接他们过来小住 房子买了三年 公婆来过几次 因为公婆不放心老家养的东西 夫妻俩一般接一个过来 第一次是婆婆先来的 无那很高兴 因为她已经很久没有和婆婆说过话 老婆婆带着大包小包的特产来到家里 无那热情地招呼她 婆婆一直是个名士里的 从无那嫁过来到现在 婆媳都没发生过矛盾 之前生乐乐 婆婆也主动帮忙照顾 乐乐被照顾得白白胖胖 又听话又懂事 也没怎么生过病 无那坐月子婆婆也是精心去照顾的 鸡都杀了几十只 婆婆还总是叫老张要好好珍惜家庭 不要做对不起无那的事 婆婆的种种行为 无那都是记在心里的 所以婆婆来她也是很高兴地欢迎 婆媳俩坐在沙发愉快地聊着天 当天晚上老张也回来了 饭桌上三个人 谈笑风生 无那说 妈 您想吃什么尽管家 不要客气 以后想吃什么和我说 我给您做 婆婆听了脸上笑开花儿了 乐呵呵地回话 好好好 都是一家人 我不会客气的 第二天 无那也回家吃饭 晚饭都是婆婆做的 无那回家就可以吃了 可当她叫婆婆一起吃饭时 婆婆却说自己已经吃饱了 让无那去吃 无那也没有多想 她以为是婆婆太饿了 所以先吃饭 就应下便去吃饭了 后来的几天 婆婆也是在她还没吃之前就说自己吃饱了 再后来是接公公过来小住 公公比较沉闷 不怎么爱说话 喜欢捣鼓一些花花草草 公公来的时候 无那还带着她去花鸟市场选了一些盆栽回家打理 公公虽然不爱说话 平时总是一个人坐在阳台上抽卷烟 但公公对他们还是挺关心的 去年八月 无那在店里烫伤了脚 公公还特地去山上摘了草药晒干磨成粉末拿给无那 公公年轻时跟着老先生待过一段时间 懂得一些中药知识 所以在知道无那烫伤以后就去山上摘药了 每年过年 她都会给乐乐包个大红包 还会塞上很多酸枣糕 她一直记得乐乐从小就喜欢吃酸枣糕 于是她每年都会去山上摘酸枣回来 弄成酸枣糕囤着 等乐乐回来就立马给她 但是这公公也很奇怪 来了也不上桌吃饭 每次叫她吃饭 她也是说吃饱了 无那就纳闷了 怎么这二老友这个习惯呢 以前好像不是这样的啊 时间久了 无那就逐渐忘记这回事了 因为她还有生意要做 无暇顾及其他 再到后来 公公婆婆也陆陆续续来过几次 可都是不上桌吃饭 每次都说先吃饱了 也不愿意等他们 次数多了 无那就怀疑公公婆婆是不是对自己有什么不满 这天晚上 她实在是忍不住了 等老张刷完牙 她就把老张拉过来问 你爸妈太奇怪了 来了好几次都不上桌吃饭 他们是不是不习惯啊 老张还呵斥她 你们女人就是想得多 他们在老家习惯吃早一点的 让他们自己按照自己习惯来就好了 无那扁着嘴巴嘀咕 之前不是还一起吃吗 老张没理她 自顾自得洗脸 无那见老张不理自己 就回到了房间 既然老人有自己的习惯 那她也不便多去说什么了 万一闹得不愉快 搞得家宅不宁就麻烦了 那些鸡毛蒜皮的小事 她可不想处理 这天大姑姐回来了 来无那家吃了饭 说打算回老家住一段时间 于是无那就想着大姑姐在家的话 就可以把公公婆婆接过来一起住 还打算带着他们一起去旅游 大姑姐非常支持她的做法 开始公婆二老还不想一起来 大姑姐劝了好一会 公公说 两个人过去家里挤 很麻烦 婆婆说 我还是放心不下家里这些猫猫狗狗 菜地啥的 无那说 乐乐还有半个月就放假了 你们一块过去住一段时间 两个房间都是给你们留的 到时候和乐乐一块去旅游 大姑姐在家 可以帮顾着那些鸡鸭啥的 你们放心跟我去吧 公婆这才愿意来的 这一住就差不多住了半个月 这期间无那和老公不怎么在家吃饭 只有公公婆婆在家吃饭 吃过饭两个老人会出去散步 但无那今天去接乐乐回来之前就已经交代了婆婆 到时等乐乐回来一起吃饭 可他们二老还是自己先吃了 母女俩吃完饭后 无那越想越不对劲 难道是自己哪里得罪了公婆吗 还是说两个老人有什么难言之隐 她总觉得不像是老张说的老人有自己的习惯 还没买房钱不是还好好的吗 怎么买了房就不愿意和他们一起吃饭了 这天晚上乐乐突然跑来店里找她 无那看见女儿急忙问道 乐乐 你怎么来了 怎么不在家陪爷爷奶奶 乐乐悄悄地拉住她说 老妈 我发现爷爷奶奶晚上偷偷吃饭 无那毫不在意地说 可能他们太饿了 没事的 乐乐说 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而且吃的饭菜都是过夜的剩菜剩饭呢 他们说吃饱了肯定是骗你的 无那这才觉得不对劲 照乐乐这么说的话公共婆婆的举动太奇怪了 她觉得必须找个机会搞清楚原因 不然她心里实在是不安 她找到老张说了这回事 老张还是那套说辞 我爸妈在老家都习惯了 你不用管他们的 无那当时听了老张的话非常生气 什么叫不用管 这公婆住这里 她是要负责的啊 万一吃坏了肚子怎么办 第二天 无那提前回家了 因为她要搞清楚什么状况 老张刚好不太舒服 吃完药一直在房间躺着 没去店里 这时候公婆还在客厅看着电视 无那放下车钥匙 将电视按成了静音 两个老人一头雾水地看着她 她轻声细语地问 爸妈 是不是我买的菜你们不喜欢吃 还是说我做的饭菜不合你们的胃口 你们和我说喜欢吃什么 我这就去买来做 公公说 你手艺很好 没有不合胃口 婆婆硬喝道 是啊 你买的菜都挺好的 我们都很喜欢吃 无那追问 那你告诉我 你们为什么不上桌吃饭 你们这样 我做媳妇的也很为难 传出去 别人还以为我太刻薄亏待你们 婆婆听完就着急了 不是这样的 不是这样的 公公听了没有说话 起身去阳台默默地抽着烟 正当无那想继续追问的时候 老张打开了房门 招呼着无那进去 老张说 你别管他们了 来的时候 我给他们立了一个规定 叫他们来了 不要和我们一起吃饭 也别乱说话 无那不理解 问道 为什么 难道你们老家有这样的规定吗 老张说 不是 他们这个岁数 有很多不好的习惯 我怕他们不讲卫生 到时候你嫌弃他俩 无那听了 火冒三丈 当时就想给老张一巴掌 他气冲冲地说 你做的这是人事吗 没有你爸妈 哪来的你现在的辉煌 当初你爸妈给了十多万 给我们开店 你都忘记了吗 如果你老了 乐乐也这样对你 你怎么想 这可是你亲爸亲妈 老张听了没有说话 无那顿了顿继续说 我知道你都是为我好 但是你也不能忘本啊 怎么能不顾及你爸妈的感受呢 我和你爸妈之间 你应该两边都顾好 你干这种事 不是让我和你爸妈产生矛盾吗 再说了 你爸妈对我和乐乐那么好 好不容易两个老人都来一趟 我怎么可能会嫌弃他们 你这么不孝顺 这日子我是过不下去了 老张听完无那的话 急忙开门来到公共婆婆面前 一脸悔恨地说 爸妈 是我对不起你们 那些不成文的规矩 是我立的 以后都不算数了 公共婆婆有些受宠若惊 婆婆欣慰地回复 我们不怪你 你也是考虑到无那 无那说 妈 我从来没有嫌弃你们 老张做的不是人事 让你们受委屈了 这天话说开了 公共婆婆也回到了饭桌上 一家子其乐融融地吃饭 无那和老张带公婆旅游玩 无那本想让公婆多玩几天 但大姑姐打来电话说回老公哪了 无那只好先送公婆回老家管理家务 中国有句古话 百善孝为先 都说养儿防老 做人可别忘了本 不能娶了媳妇忘了爸妈 我相信老张是明白了 你们说 我说得对吗 欢迎在下方评论区留言 同时也不要忘了点赞订阅关注我 我们 我们 Tiny 陈 把